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持了一個月 身為蘋果陣營的王牌 第一支5G的iPhone 終於是要登場了 現在市場上預估說 將會發表這個網速 更快的5G iPhone新機 而這個蘋果鏈 現在也如火如荼的 展開了拉貨潮 而其中這個手機鏡頭大廠 就是順雨光學 更是大漲了5% 但是他是在港股 就是港資的這個 香港這一邊的瓶蓋國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關注到說 到底這個兩岸的 蘋果鏈對決之下 是到底哪一邊吃得又甜又香 對 沒錯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個節目中 跟大家說 其實未來的蘋果供應鏈裡面來說 可能會享有更大光環的 或許會在大陸這一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庫克很明顯 他是現在把訂單 切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大陸這一邊的製造業 他們可以享有訂單 另外一方面 你海外的可能就盡量 撥給我們台商 所以你要事實上 所以你要把它分成兩個來看 剛才翟軒提到就是說 這個好像大陸的那一邊的 光學股漲幅比較大 我們就跟大家講 實際上如果以兩岸的光學股來說 台灣當然是大力光 大陸的話就是順雨光學 但是大力光最近都沒漲 對 你可以講這是順雨光學 這五年來的走勢 我們先給大家看 這五年來你看 他現在這是五年來的底點 這是五年來的高點 他是偏向比在五年來的 高點的位置 尤其是最近其實宣布說 要新iPhone之後 他股價立刻就漲了5% 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一般人都認為說 隨著這幾年 他們技術不斷的在拉近之後 現在順雨光學跟大力光的 技術差異已經沒有那麼大 再加上說其實順雨光學 這幾年他比較積極 相對於大力光 他比較積極介入 包括說像車用等等的產品 所以他這幾年的營運 其實跟大力光全壓在蘋果上面 來說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大力光 我們剛才看到 大家剛才記得 順雨光學的股價 是在這五年前比較偏高 好 這是這五年來的 大力光的這個低點 跟這五年來的大力光的高點 你覺得大力光是比較偏怎樣 偏低 而且他已經快要破了 今年三月的低點 甚至這幾年的低點都快要破了 這幾天還特別弱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他今天要法說 當然應該可能會端出一些利多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看到 這個顯然大力光面臨到 來自於大力的壓力是相當的巨大 好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也常常在節目中跟大家說的 鴻海是不是最近都沒有在漲 對不對 鴻海最近在70幾 還在晃來晃去 最近鴻海可以說是 使出了很多的利多 包括說前一陣子說 我要跟國際結盟汽車 然後怎樣 對不對 今天不是在傳出說 郭前董事長跑到美國去 很多利多都一直想要 讓鴻海的股價漲起來 但是沒有 有沒有漲 可是你反觀這個中國大陸 我們一直是跟大家講的 利訊電子 你看利訊 這是他五年來的股價 你看這五年來 他是在歷史新高左右的位置 在那邊晃來晃去 所以告訴你什麼 這是兩個兩岸之間 截然不同的股價的表現 紅鏈比較香 對 紅鏈現在可能是現階段 如果你真的要投資 憑蓋股 你真的很有興趣來說 我覺得中國大陸那邊的供應鏈 包括利訊 藍絲 或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順雨光學 甚至我們還沒有提到的比亞迪 這個我覺得這些看起來的話 似乎是他們的想像空間 可能會比台股還要更大 好 我們再講 事實上我們也不用說 真的完全台灣 就沒有什麼可以投資的 這是我們整理出來的 目前台灣的iPhone概念股的 一欄表 你可以看到事實上 我覺得像組裝這個部分來說 大家都在蘋果供應鏈 如果他占蘋果比重太高 我覺得反而是危險 所以這裡面紅海 我覺得反而是相對比較危險 像偽創他占蘋果的比重比較低 他反而會比較佔優勢 但是半導體就不一樣 半導體因為目前能夠幫蘋果 做半導體的 算是就台積電一家 所以蘋果好的時候 台積電會非常好 所以你看台積電今天 又漲到了450塊以上 美律來說 我覺得這個美律 他是跟這個利訊合作 我覺得也值得留意 機殼這一塊 我覺得長線來說 目前的壓力都非常大 尤其藍絲進來了之後 連接線我覺得還可以 光學元件來說 大力光顯然就不如玉晶光 經濟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因為目前中國到了 這個實雲元件 他未必還能夠完全追得上台灣 所以經濟我覺得還可以 另外這個軟板 這幾家公司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能就 這個還是看看就好 這裡面我覺得像實雲元件 連接器 升學元件 台積電 我覺得這些可能是 大家目前現階段 比較能夠留意的一個平蓋股 另外還有沒有列在這上面的 譬如說ABF載板 我一直跟他講ABF 你看今天ABF載板 兩支股票全面大漲 對 新興漲了7 8%左右 南電也大漲 我覺得這個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蘋果5G通訊出來之後 不只是蘋果的手機要用 其他手機也都要用 我覺得ABF載板 這個一定還是 我再講一件 新興 南電 景碩 這三支股票 搭配我這邊點到名的這些公司 我覺得值得大家參考 我們看到說這個大陸的A股 在11長假之後 現在也迎來大規模的解禁潮 10月將會有115檔的 個股的禁售令將要解除 再加上法人也看好說 這個長假之後 資金會歸位 所以這個基本面 陸續改善的情況下 預期說A股中長期的後市 是看竅的 現在是不是就是佈局 這種大中華基金的好時機 我們來問一下陳彥格 好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說明 這個重點 因為10月有解禁股出來 這些都是大的股票 各位注意看 解禁股出來 總金額超過2000億人民幣 大家會擔心給股市 帶來很大的壓力 這個想法的出發點是對的 但是就是線上面 各位看到這些 解禁股前面大型的 這些股價會面臨壓力 但是別忘了 解禁以後大股東把股票賣出來 他拿到手上這些錢以後 他要做什麼 他賣的是他自己這些公司的股票 但是他換成現金以後 是不是再去買 其他有機會 有成長性的股票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整個 包括中國的基金 表現非常好 進一季 你看這一排 我守著這裡 這個守很漂亮 你看一下 這個最近一季 漲幅都有超過10%以上 最近半年 也都有三成 雖然你看最近一個月 好像表現不怎麼樣 但我覺得反而 這是一個布局的機會 甚至包括所謂的 大中華的基金的表現 你看最近一週的表現也不錯 有沒有 3%左右 當然我要給各位看幾個事實 什麼事實 這個明天開始A股才開盤 但是港股已經開盤 我們注意看這裡 這個港股 恆生指數裡面 最近表現非常好的 仔細看 包括瑞森 還有誰 藥明 還有這個順宇 剛才士聰哥講的這個順宇 碧桂園 阿里巴巴 創科 騰訊 還有食藥 中營 中國人壽 全部是什麼 跟內地相關 連結度 消費經濟非常高的股票 這些已經流入了 而且我們再仔細看一下 人民幣的走勢 這個是境外人民幣 offshore的 離愛人民幣 你看從7月就一直升值 對不對 雖然說這裡遇到一些些阻礙 稍微走落了 可是你看在長假之前 繼續升值 這個是offshore的 所以沒有受到長假的影響 持續的走強 表示資金不斷的在幹嘛 不斷的在流入 我們看一下 它的這個採購經營 這個是最近企業 這個獲利回復的狀況 短期內急速的爬升 再包括我們看到這個PMI 採購經營的部分 疫情的時候很慘 但是大家別忘了 最近幾個月都在50以上 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李克強指數 這包含用電量 鐵路運輸跟貸款 綜合評比的一個指數 最近也是快速的爬升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整個經濟也好 資金回來 經濟回復的速度也好 所以很多外資也過去了 也過去 當然如果說你基金的部分 你覺得不知道怎麼選 其實也有相關的ETF 像這一檔ETF 它其實投資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什麼騰訊 阿里巴巴 都是這些以內區 都是大家都聽過耳熟能詳的 對 不是酒類 或者是金融這種比較弱 漲幅比較沒有那麼強的 像我們剛才講的 順餘光學什麼 它都有投 所以你也可以以這一檔ETF 作為一個你觀察的核心 最近的量比較少 但是這個價格 已經慢慢回溫了 大家也可以試著思考看看 可不可以去佈局 好 我們就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再見 再見 再見